好 中途假期不太平静 还包括了新北市三重和新庄地区 接连几个月其实都发生了纵火案件 因为现场都遗留自制易燃物 而且都有延迟装置 警方就怀疑是同一人所为 掉阅了上百只监视器画面之后 逮捕了有化学和爆破背景的一名男子 他坦诚是因为房地产纠纷 还有和女友分手 所以他才前后四次纵火来泄分 新北市泰山这间300坪的寝宅工厂 17号深夜通通复制已聚 隔不到一个小时 三重新华街也发生火警 六台摩托车接连起火 警方怀疑案情不单纯 我们到了现场看烟之后 发现有隆重的松香水的味道 这个案子就非常不单纯了 那我们就积极发动侦察作为 警方在一上百只监视器发现画面中 这名机车骑士用洗衣篮装毅然误掩饰 不到30秒就离开现场 10分钟后延迟装置启动 现场火光四起 浓烟密布 民众被包包仓皇逃生 虽然嫌犯偷车牌 想躲避茶器 但警方用监视器画面拼凑他的逃一路线 发现36岁的林立民 虽然经营油漆公司 名下还有三笔土地 家境优渥 却有恐吓前科 设有重贤 嫌犯到案后坦承 因为房子租出去 被改成公庙 双方争执不休 最后被迫卖掉 5月22号深夜才会纵火报复 后来燕燕和女朋友感情生变 双方又有财务纠纷 再度纵火泄愤 因为两度纵火都没有被发现 嫌犯竟然在9月17号深夜 先放火烧了和自己有争执的情聚工厂 再到公庙烧了住持家 原本以为神不知鬼不觉 但还是被警方掌握犯罪证据 附加子沦为公共危险罪的嫌犯 周期新闻 陈嘉敏 黄北华 新媒体报道